张作人 啊 他这个现在这个很机器啊 嗯 你现在这个切割是在调效这个稳定性嘛 对不对 那你没看到这个 这一模好像没有穿的还是什么 这个是刀尖磨损 刀尖磨损 现在在换刀尖是吧 对 就是这个三个刀尖已经换掉了是吧 是磨损了哈 这个这个双头的材料一定要注意哈 那连续切割啊 连续切割一定要保证这三个三个这个工位啊 就是三个切割头啊 保持压力是一致的 而且不能伤到这个底面知道吧 而且要连续切最起码切一个礼拜 好 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发现问题以后呢 不要三个刀尽量的换的话 是像这个一样要同时换 不然你测试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明白 就是说刀 我们在工厂试刀的话 就不一定不要考虑说哪一个先换 要换一起换啊 不要怕浪费这个 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也要保证它绝对的精度 要能够判断出来的话 一定要从这个小细节开始啊 另外另外一个上次我们讲的这个客户啊 就讲这个速度的问题啊 我们正在改进 应该将来的速度可能比较更快 所以这样的基础啊 呃现有的这个设备啊 要保证它的绝对的品质出场 也就加强这个测试的一个过程是不要 虑也不要缩缩掉了 一定要保证每台机 要有一个礼拜以上的那个 一个礼拜以上的这个调效时间啊 要磨合一定要磨合好啊 材料不要怕浪费啊 如果对付非常,爱情细节目